听众姐妹要开始本周的敬拜 感谢主我们有机会在一起来敬拜 无论你在现场 在网络上的直播 或者是任何个地方 你要知道神都听得到你的心 都听得到你的声音 都知道你对祂的真心真意 唱诗歌不是好像只是唱诗歌 敬拜乃是把心对准神 不是为了上帝的益处 是为你的益处 当你把心对准神 你要对准神本来就预备给你 各样的丰富 健康 平安跟丰盛 透过等一下的诗歌的歌词 透过等一下的领圣餐 等一下的奉献 等一下的讲道 你要看见上帝的荣耀 得着Rama 走在水面上 奉我们祝福你 让我们一起来敬拜 均时 时间都是诚歌的 炕在敬开的天堂之下 �ия愿电干�令 叫光不微 量痈� gallon 四来未央 你恋悯iod面 winter 你拜拜给我拜拜的礼手 我有千万个理由要欢呼 一生赢得到不赔的恩宠 不要再盯进自己的行为 完全依靠你做成的工作 就于是这样也清楚的表明 我已完全得救你的自由 我发苦你已成就一切 你已成就一切 不再劳苦 不再劳苦 因我已经梦就寻 永远成你 你的意志 使我确定 在盼望坚定我心 你发愈照亮我前头的道路 我有千万个理由要欢呼 一生赢得到不赔的恩宠 不要再盯进自己的行为 完全依靠你做成的工作 就于是这样也清楚的表明 我已完全得救你的自由 我发苦 你已成就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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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的天堂之下 恩典甘利 搅拌不息 慈爱围绕 你怜悉 你怜悯永不止心 你拜拜 给我拜拜的领受 我有千万个理由要顽固 一生赢得到 一生你得到不赔的恩宠 不要再盯进自己的行为 完全依靠你做成的工作 就于是这样也清楚的表明 我已完全得救你的自由 我发苦 你已成就一切 我有千万个理由要顽固 一生你得到不赔的恩宠 不要再盯进自己的行为 完全依靠你做成的工作 就于是这样也清楚的表明 我已完成了这里的自由 我发苦 你已成就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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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持人 主持人 向你成就一切 主持人 主持人 谢谢耶稣 荆棘变质 沉溺灌灭 保险流出 咒诅莫名 世人看见 定恨变伤 你受生命 真正 你的心事 舍免我醉 因你慈爱 共一生 树里是家 在各个堂 天赋之一 你已成全 我醉得深 因你报信 莫名的书 因你恩典 在你怀中 一直永留 我只看见 你自爱 容颜 我要宣告 直到永远 你自爱 你是我主 我的公义 你是那位 死里复活 我主我 直到永远 我醉得深 我醉得深 以你报信 莫名的书 以你恩典 在你怀中 一直永留 我只看见 我只看见 你自爱 容颜 我醉得深 以你报信 我名的书 以你恩典 我名的书 在你怀中 一直永留 我只看见 你自爱 我只看见 我只看见 你自爱 你容颜 你自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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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哈利路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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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主我王 后退的舍 因你抱歇 莫名的属于你恩典 在你怀中 一直永恒 我只看见 你慈爱的容颜 我只看见 你慈爱的容颜 主谢谢你 以慈爱看顾我们 主啊 并且赐下你的爱子耶稣 使我们唯有靠着他 得以得救 让我们来赞美他 让我们来敬拜他 耶稣 你能 视下眼看见 耶稣 你能 一直相信人 耶稣 你有 全命是法 找不可能 也未可能 唯有耶稣 掌管天地万有 唯有耶稣 能使谁变成就 让奖国 风去冷平气 预备 预备 高价 赳坏 让他们赦罪 信神奇 耶稣 无人与你相离 耶稣 你能 视下眼看见 耶稣 你能 依止上信任 耶稣 你有 全民释放 叫不可能 变为可能 唯有耶稣 掌管天地万有 唯有耶稣 能 视水变成就 叫狂风 启了平行 大能 赦罪 心 神经 耶稣 无人与你相离 唯有耶稣 掌管天地万有 唯有耶稣 能 视水变成就 叫狂风 启了平行 大能 赦罪 心 神经 耶稣 无人与你相离 耶稣 无人与你相离 唯有耶稣 召唤天地挽柔 唯有耶稣 审视谁变成就 假放风之浪平行 祂能受罪心深情 耶稣 无人与你相比 耶稣 配得 配得 尊重和赞美 耶稣 配得 配得 万物几百里 耶稣 配得 配得 尊重和赞美 耶稣 配得 配得 万物几百里 耶稣 圣戒 神监 圣戒 万物几百里 耶稣 圣戒 神监 圣戒 忠光在前面 耶稣 圣戒 神监 圣戒 忠心 清白日 耶稣 圣戒 神监 圣戒 忠心 清白日 愿曾为荣耀 权力和能力 都归全人生 愿各宿各宝 万国和万法 心白线高扬 愿曾为荣耀 权力和能力 都归全人生 愿各宿各宝 万国和万法 心白线高扬 愿是圣洁 圣洁 圣洁 荣耀 权力和能力 愿是圣洁 圣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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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愿是圣洁 圣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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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佣耀在全地 愿是圣洁 圣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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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赔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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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尊重和赞美 你是赔得 赔得 万无情爱你 tiro Unten 神 在 圈地常 戏在 金 在 以后 永债 神 在 圈vir 胆肾 永远在抱着伤 永远在抱着伤 主要我们谢谢祢 主要我们感谢祢 主要祢无条件地接纳我们 祢无条件地爱我们 不要再看着自己的罪 不要再看着自己的问题 上帝无条件地要爱祢 要接纳祢 祂无条件地爱祢 不要再定睛自己 定睛耶稣 不要再看自己不够好 耶稣够好 这样就够了 祂已经称你为了 我会永远跟随 我活着的每一天 我会举起双手 仰望握住你 我的口会赞美 因你是我帮助 我会换安心跳舞 在你的翅膀影响 祝你的慈爱 深深交往我心点 我会沉送你 我会一生爱慕你 让我将仰望握住你 让我将仰仰归你 在你交前我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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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你恩典 和怜悯 超乎我所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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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你这么爱我们 所以我们可以 越来越像耶稣 让人看到我们的好行为 把荣耀归给父神 我会默想匿名 在无助的黑夜 寻求着你的面 在晨光出现时 我宁可想你 甘汗之地 盼着雨 我会仰望你面 在你身界跌雨 你此爱的优手 引到我保护一切 我会爱着你 因你爱我到永远 让我照若扬归你 在你家前我写计 因你恩典和怜悯 照顾我所需 照顾所需 让我将荣耀回忆 在你家前我写计 因你恩典和怜悯 照顾我所需 照顾所需 我会永远跟随 我活着的每一天 我会举起双手 仰望握住你 我的口会惨悲 因你一时我帮助 我会唤醒跳舞 在你的翅膀拎下 祝你的慈爱 深深交往我心田 我会爱着你 因你爱我到永远 我会永远 我会永远跟随 我活着的每一天 我会举起双手 仰望握住你 我的口会惨悲 因你一时我帮助 我会唤醒跳舞 在你的翅膀拎下 祝你的慈爱 深深浇灌我心田 我会沉颂你 我会一生爱慕你 我会一生爱慕你 主要谢谢你 主要谢谢你何等的爱我们 主要谢谢你 我们深知主要我们能爱 是因你先爱我们 主要谢谢你让我们能够享受 在你的爱里 主要谢谢你 让我们借着在敬拜当中 在音乐当中 再一次的享受你的爱 领受你的爱 直到你何等的爱我们 弟兄姐妹 让我们有一个安静的时刻 来到神的面前 让神来对你说话 非常 Он 能够尽一下 主要谢谢你 主要谢谢你何等的爱我们 主要以至于我们能够来回应你的爱 主要谢谢你让我们再一次用这首诗歌来赞美你 主要我们以这首诗歌作为我们的祷告 主要我们不知道我们是不是一定做得到 但是主要我们知道不是靠着我们的行为 那是靠着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成就的耶稣 主要以至于我们知道我们能够来跟随你 我们能够来回应你的爱 谢谢你 我会 我会 我会永远跟随我活着的每一天 我会举起双手 阳光摸住你 我的口会赞美 因你是我帮助 我会欢心跳舞 在你的翅膀 在你的翅膀下 祝你的慈爱 深深交关我信念 我会传颂你 我会一生 爱慈悟你 我会传颂你 我会传颂你 我会一生 爱慈悟你 主 谢谢你 喝的美好 因你如此的爱我们 主啊 使我们也能够来爱慕你 这是我们的祷告 奉耶稣的名 Amen 好 感谢主 大家可以请坐 我们来领圣餐 圣经上记载 觉苏 他在最后晚餐的时候 他把他的身体拨开 然后开始分给门徒们 为什么 我们在讨论 有些弟兄姐妹问说 觉苏 到底这个饼剥开 还有那个葡萄汁 到底是不是就是耶稣的身体 如果是耶稣的身体 那就绝对不可以浪费 所以以前我在我的教会 负责吃完所有的圣餐 因为不可以浪费 连碎屑都抖进去 这是我的工作 真的 职业伤害 没有 其实 耶稣真的 耶稣剥开那个身体 然后说这是我的身体 那个时候分明 他的身体还在 对不对 所以呢 可是他要说这是他的身体 所以他说这是他的身体 这就是他的身体 可是并不代表 这一块 你没吃完 就是把耶稣的身体丢掉 那还会有人问 那我吃一吃 卡在牙缝怎么办 我们其实真的 不要活在宗教里 重要的事情就是 你吃进去的部分 就是吃进耶稣的身体 你没吃进去的部分 它就是饼 所以你不要觉得好像不对 反正吃进去就是有功效 相同的葡萄汁也是这样 难道一定要八二年份的拉菲 才是耶稣的保险吗 不是的 八六年份也不错 不是 这不是重点 重点是 这一切就是定精耶稣 在实在上已经完成的工作 就算真的没有无效的饼 没有葡萄汁 有耶稣的 就是你拿一块面包 你甚至凭空想象 你在吃耶稣的身体 凭空想象你喝耶稣的血 都有功效 因为重点 那个经文前后说的是什么 纪念耶稣基督 定经耶稣基督 看见主在实在上 为你做成人 但是我们人是人 你吃到还是会有感觉 所以有些时候 甚至于我都会定期 我暂时最近没有办法 但是定期我都会办 自己的饼杯party 就买一堆各种 葱油饼 然后什么东北大饼 什么各种饼 然后开瓶葡萄酒 然后再准备点羊肉 然后这就是我的晚餐 然后我就编制 哦主啊你超好吃的 哦你这个 然后骨头不可以折断 你知道让我们活出一个 属于你跟神的相处的方法 但是你可以用圣经 为你的本来了解 怎么更去认识耶稣 好 所以呢我再一次强调 因为我发现其实 我们在台湾何等的安全 我昨天去一个餐厅吃饭 基本上我发现没有人在戴口罩 然后满满的爆掉的都是人 我想说天哪 可是我知道我们不会有事 神感谢主 神祝福我们 祝福我们 然后但是我们也为海外很多的弟兄姐妹祷告 你知道美国最大的百货公司 J.C.Penny 他不是只算Penny 他是J.C.Penny 然后他破产 我算一算又是几万个人没工作 然后我们却正常运转 感谢主 当然还是受到一些影响 我要说的事情是 让我们透过领耶稣的身体 喝耶稣的血 然后知道自己在超自然的保护里头 然后做我们该做的防疫 做好你的工作 然后看见上帝的祝福 我们当中如果你在任何的苦难 压力或各种痛苦里头 你特别要领圣餐 因为圣餐是你的紧急出口 所以让我们拿着耶稣的身体来祷告 主要这是你的身体 为我舍的 我们如此行 为的是纪念你 主要我们只要吃你的身体 喝你的血 主要我们就有永生 就要从那个苦难中被带出来 我们继续的领圣餐 抹游祷告 宣告 讲正面正确的 神的心意的话 来看见上帝的荣耀 主要你超自然 不断的发生 继续发生 我们有好多超自然的见证 在你献上感谢 祝福这里每一位 谢谢绝书 奉耶稣祷告 阿门 让我们领受耶稣的身体 方后照样拿起这个 耶稣的宝血 就是绝书立约所留的宝血 我们如此行 要纪念它 纪念耶稣在实际上 已经成就的伟大 让我们去领受耶稣的宝血 主要谢谢你 谢谢你设立圣餐 让我们去纪念你 已经做成伟大的工作 祝福这里每一位 无论在现场 在直播后 未来在网络上看到的 弟兄姐妹 都看见上帝的荣耀 继续活在那个 健康强壮 连死都不容易的恩典里头 祝他谢谢你 祝福这里每一位 而且不只是身体健康 心理也健康 夫妻关系 亲子关系 还有社会关系 人际关系都健康 财务关系也健康 谢谢祝福这里 我们跟银行的关系 也可以很好 祝福这里每一位 祝福我们跟政府的关系 也可以很好 我们跟国税局的关系 也可以很好 祝福这里每一位 奉神明祷告 阿们 好 再来就是奉献的时间了 再强调一件事 你不奉献上帝 完全完全一样爱你 千万不要花钱 买上帝的奉献 但是相同的 因为十一奉献 有属于十一奉献 特别的祝福 所以我鼓励大家 守十一奉献 然后你可以试试看 圣经上说可以试试看 你试三个月 只要是恩宠教会 你奉献的人 如果你奉献给别的教会 你不要来找我 如果你奉献恩宠教会 三个月 你还是有财务上 很大的问题 来找我 真的 已经有几位弟兄 有弟兄跟姐妹 真的奉献了三个月来找我 我们真的帮他解决了问题 对对对 但是四十一奉献 那有人会问说 那要不要扣成本 要不要扣税 我觉得我们国家的税 没那么重啦 所以其实不是那么那个 好OK 所以鼓励弟兄姐妹 就是让我们活在上帝的恩典 然后谢谢你看 这两位小朋友代替我们来奉献 那再强调一件事 如果你觉得麻烦 你有一个方法叫做 定期定额 对就是这个定期定额 你就进去 扫这个东西 或者是我们的直播连结 上面有定期定额 你就比如说 你一个月收入三万块 你要奉献三千 你就输一次信用卡 他每个月就会自动转账 那你想停随时跟我们说 因为我们法律上 也一定得帮你停 好 所以大家没有压力 好 我们来祷告 主耶稣谢谢你 今天两位小弟兄代表我们 把从你而得的献给你 主啊 我们 本来没有办法成为你的儿女 但是耶稣在实际上做成这一切 我们成为你的儿子跟女儿 我们恢复了我们的身份 主啊 所以我们 主啊 这两个小朋友 这两个小弟兄 代表我们把从爸爸得到的 再献给爸爸 主啊 我知道 你要的不是我们的钱 是我们的心 可是我们财宝在哪里 我们心就在哪里 我们财宝在神的果 我们心在神的果 祝福这里每一位弟兄姐妹 向主献上感谢 谢谢主 让我们有机会 也祝福我们当中更多 有更多奉献的能力 弟兄姐妹 有更多财务上经历的祝福 祝福这里每一位 谢谢主耶稣 奉神祷告 阿们 很快开始今天要讲道 来 我们一起来祷告 主耶稣谢谢你 主啊 谢谢你 保守我们在台湾 何等的安全 我们大家开始恢复 那个繁荣安全的生活 但是也保守我们 我们不要掉以轻心 但是我们不要紧张 我们就是做该做的 在一些重要的时刻 人就 在人多的地方 人就戴着口罩 做该做的事情 该洗手 然后也知道 即便我们稍有疏忽 上帝也完全掌权 但是我们仍旧做好 我们该做的 保守我们的心 保守我们这里每一位 主啊 祝福我们 大家的睡眠 也祝福我们 在这个时候 继续看见上帝的荣耀 你使我们的弟兄姐妹 都安息 特别为海外的弟兄姐妹 主啊 无论是在 哥斯大利加 在美国 在香港 在英国的 伦敦的 还有一些的 各个不同地方 马来西亚 吉隆坡的弟兄姐妹 在槟城的弟兄姐妹 主啊 你的恩典 都与他们同在 保守他们 主啊 当各个国家 有各个不同的状况的时候 主啊 你自己来介入 保守你的儿女们 谢谢耶稣 祝福我们每一个人 主啊 保守我们今天 听到神的话 你的话被打开 就发出亮光 主啊 保守我们的 请听者跟请听者的心 也分辨为圣孩子的狗 跟孩子的信徒同情 做成的 让你的话被解开 主啊 看见上帝的荣耀 祝福这里每一位 奉神祷告 阿们 好 我们要来看 我们今天呢 还是继续的来讲 我们雅各书 但是我们会有一些 分段的讲法 但是呢 因为上个礼拜 有一些弟兄姐妹 有些 你知道你听完讲到 有问题是可以问的 我们是可以互动的 就是在我们的脸书 或者是 在我们的群组里面 可以问问题的 你可以先问你的小组长 那我们可以再来讨论 所以就有人问了这个问题 就是所谓 我们里面的灵 大家记得 上个礼拜我们讲到 我们里面的灵 你们的表情有些困惑 没关系 你就算忘了 神还是爱你 我知道 忘了也是正常 所以我想尽办法 增加记忆一点 然后最后大家都记笑话 你知道有一个人 在我们教会变得很有名吗 那个做游推的游推股 有没有 因为我举了一个很好的例子 所以大家都记得游推股 这个人在一般教会界 没那么有名的 我们教会很有名 你们是不是都去做游推了 好啦OK 好就祝福游推股弟兄 但是如果你要睡觉 不要坐在床边 好 真的是这样 再来我们来讲 我们里面的灵 来请看这个经文 铁撒罗林家前书五章二十三节 大家请念 愿你们的灵与魂与生子得蒙保守 在我们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 完全无可指责 愿你的灵与魂与生子得蒙保守 所以你有发现一件事 圣经很清楚地写 人有灵跟魂跟生子 然后我们通常会说 人有灵魂体 OK 你知道吗 这个原文 愿你们的灵 这个灵 就是用圣灵的那个灵 那个字 就是灵 因为你的灵 也是神吹进去的灵 OK好 然后呢 生子身体 大家都知道 就是现在这个身体 你如果听得到我讲话 你应该有身体 其实搞不好 没身体的 没关系 这不是我们要讨论 有啊 我们有很多众圣徒 现在在天上啊 对不对 那他们拿到心的身体了没 应该拿到啦 好 所以大家都有身体 OK好 最重要的是魂是什么 我觉得我们中文 这就要说我们中文做 做得很好 我们的翻译翻得很好 我们有一天 你不要 无论是不是基督徒 只要你有信仰的 你都会相信 你的灵魂会离开你的身体 对不对 从小就知道 只是会去哪里 每个信仰不同 但是我告诉你 我们这个才是真的 所以有一天 你的灵魂会离开你的身体 这个身体会灭没 会归于尘土 是绝对的 带着这个身体去永恒 并不快乐 因为会胖会老会丑 会下垂 会有各种 会有压力 好不好 所有人都永远健康 长寿喜乐平安 然后你越来越老 这什么人生啊 对不对 所以呢 你会换一个身子 问题就是呢 你的灵也会去 但是魂的部分 大家很担心说 我去天堂的时候 我还认得我老婆吗 刚好最好尽量不要认得 有人是这样想的 对不对 我要认得我老公 不要我一定要认得我老公 我告诉你 你会认得你老公 哈 没有啦 心里哈 的人可爱悔改 没有啦 OK好 就是说 你的灵魂去了天堂 但是我跟你说 因为我们的魂的部分 魂就是什么思想 一年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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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 当然记忆又跟身子 身子有关那些东西 其实它也是 因为你知道 声音上说 神的话 是两刃的利剑 会能够切开骨髓 骨语 骨髓 然后还有灵与魂 你知道什么意思吗 灵跟魂混在一起 你很多时候分不清楚 只有用神的话 可以把它分清楚 比如说 以前的年代 骨节跟骨髓 要分开是非常困难的 好像听说 现在也不容易 但是呢 神的话语 你要去辨别 到底是出于你魂 你的肉体的 因为你的魂 有一块 不是合神心意的 因为你有罪性 你知道你有罪性吗 你还是有罪性 就算你现在因性称义 一人 你还是有罪性 你的罪性的部分 是 比如说 我们其实大家都知道 你即便现在被称义 你的那个罪性 比如说 夫妻吵架 男女朋友吵架 或跟亲人吵架 大家都可以 你突然间会有一句 一个话 一句很难听的话 然后你想讲出来 对不对 那个突然的话 很多是仇敌的攻击 问你是 那个想讲出来 是你的罪性 那个就是 可是你想讲出来 你又发现我说 想讲出来 那个想 就是从你的魂 你的魂的部分 决定要不要讲出来 所以当你讲出来 事实上会很受伤 你的 你的 你的至亲的亲人 会非常受伤 所谓 或从口出 病从口入 对不对 当然 我们祝福我们弟兄姐妹 你不用病从口入 但我们要有智慧 让我们嘴巴 不要或从口出 你话讲错 很严重啊 饭不要乱吃 话不要乱讲 对不对 好 所以呢 你的魂的部分 是神所不喜悦的 那没关系 我们就是来练习 让我们的心思意念 转向神 越来越像耶稣 然后可以让我们的魂 被更多的洁净 对不对 所以我重新定义一下 所谓神不喜悦的意思是 就是因为那是罪性 可是神因着 就很像老实说 你的孩子部分 有些部分 你也不是很喜欢他那样 可是你爱他 所以你就爱他 爱了他全部 懂了吧 就算你的小孩 真的非常的 你很多时候 很想给他 对不对 有些时候就直接 跟着给他那个 可是你还是 人就爱他全人 对不对 还是你只爱他右手 不爱他左手 所以每次打都 叫他左手伸出来 不可能嘛 对不对 懂我意思吗 好 所以呢 你的灵跟你部分的魂 会一起去天上 你的灵魂会去天上 所以你会记得 你的家人 那圣经上 有没有这种例子 有没有这个例子 很简单 摩西跟以利亚 他们是不是 在耶稣 在变相山上 他们见过 对不对 摩西来的时候 说 谁来哪位啊 然后以利亚说 对啊 我来这里干嘛 那你不喜欢 很可怕吗 那他们为什么 记得他们前世的 不是前世 可以算前世 因为圣经所谓的前世 就是他们在地上活着的时候 未来他们要下一个人生 进入下一个人生 就是新的身体 灵魂新的身体 所以摩西跟以利亚来过啊 对不对 那他们是不是都记得彼此 而且还可以跟耶稣说话 还可以在那边 所以你会记得这一切的 不是说重新开始 突然醒来 什么都忘记了 不是 那是电影 没有这回事 好 所以我们继续说 灵与魂与身体 你的身体是有灵跟魂跟身子 灵魂体三个部分的哦 好 那所以我们来讨论 我们的灵的这个部分 好 请看这个经文 我们把雅各书四章五节 有很多个不同的版本 我们都来念 那我们可能会多念几个经文 所以我们先来念 雅各书四章五节 请念 你们想经上所说是突然的吗 神所赐住在我们里面的灵 是恋爱至于嫉妒吗 好 我们看下一个经文 请念 神爱他 那安置在我们里面的灵 爱到嫉妒的地步 神安置在我们里面的灵 爱到嫉妒的地步 好 我们再来看下一个版本 中文标准一本 请念 神使圣灵住在我们里面 他爱我们到嫉妒的地步 好我们再来看四章五节的 现代中文修订版请念 上帝安置在我们里面的灵 有强烈的欲望 上帝强烈的恋慕 祂安置在我们里面的灵 OK好 到这边 很多弟兄姐妹 其实我们上次 讲了这个经文 有些弟兄姐妹说 可是河尔本说 那个住在我们里面的灵 不就是圣灵住在我们里面吗 那为什么这不是圣灵 是我们的灵呢 好 其实答案是 你知道吗 我去看各种译本 基本上 住在我们里面的灵 是恋安置于基督 大概有七种不同的翻译方式 而且我还没看完全部 我只看中文 对 为什么是这样 是因为 你要了解一件事 我们的信仰 在基要真理 是要大家完全相同 我相信耶稣基督 真的为我死了 为我复活了 我真的相信 同女玛利亚生子 然后生出了耶稣基督 耶稣是无罪的 然后耶稣为我完成 在世上这一切 然后在十字架上 反正就是那些基要真理 比如说我们的网站上 也有宣告我们的信仰 使徒信经 然后还有其他 比如说亚特纳修信经 跟尼西亚信经等等 我 没关系你听不懂 我在讲什么 神还在你 我只是要告诉你 就是说 那些部分是要确认完全相同的 但是其他的部分 老实说到底 雅各写在我们里面的灵 他到底在说的事情是 我里面的我的灵 还是住在我里面的圣灵 那到底是说圣灵嫉妒 还是我嫉妒 还是神嫉妒我的灵 神没有嫉妒我们的 还是神 还是神因为爱我们 爱到一个嫉妒呢 到底是怎么样 我们就看每一个圣经 不同的解释 所以我们列出了很多不同 没关系 如果你可能觉得 这到底跟我有什么关系 就是让你知道 其实上帝刻意的 我相信刻意的 让雅各书 这样子 其实是要让我们 看很多不同的面向 你知道神爱 你爱到嫉妒吗 有些时候 比如说 有那种 夫妻或者是男女朋友 有些时候 你的男朋友或女朋友 你的先生或太太 有点嫉妒 你其实是开心的 对不对 是吧 有吗 他讨爱嫉妒 我只是 多看了那只 路上的猫 他也生气 这太夸张了 这真的太夸张了 看别的男人 或别的女人 生气就算 看猫你也生气 真的是 可是我就是 好了算了 你们夫妻的那个 好 我的意思只是说 其实某一些部分 是圣洁是OK的 圣经上 你知道就位里面 耶和华是祭邪的神 你知道祭邪的神 其实是嫉妒的意思吗 耶和华神是嫉妒的 所以我跟你说 这件事情 如果神会嫉妒 代表嫉妒这件事情 本身不是罪 因为神不犯罪 但是问题就是 那个嫉妒 倒怎样是一个 就很像吃东西 本身没有罪吧 暴食就是罪了 懂吗 你有些时候 没信心吃也是罪 懂吗 所以你因着爱 而情人眼里 融下一粒沙子 为什么 因为情人眼里出西施 有一个西施卡在这里 还可以放沙子 你懂我意思吗 你知道吗 什么就是彼此相爱 这是笑话 什么叫彼此相爱 就是 两个人长得 其实跟猴子一样丑 却担心被人家抢走 这是笑话 你们绝对长得 不是猴子的样子 你们是长得像神的样子 这是笑话 感谢主 所以到底是什么 我们就一个一个来看 因为我的解释 我也有我自己 读原文圣经的解释 比如说你去看单书复书 然后前后 然后他的贯词 定换词 问题就是 我又不是 我又不是神学博士 我又不是那种圣经学者 所以看人家的 比较有公信力 所以我们来看 雅各书四章五节的新一本 你看 神 你其实只看黄字就好 神爱我们的灵 爱到嫉妒 上帝爱我们的灵 爱到嫉妒 就是 哇 上帝超爱我们的 然后 你想象一下 就是说 爱到嫉妒 可是那嫉妒是圣洁 因为他真的超爱你 懂意思吗 可是 然后下面 下面是说 我们的灵 爱到嫉妒 是什么 抱歉 前后文 我们的灵 不是爱神的灵 爱到嫉妒 我们的灵 爱世界爱到嫉妒 前后文是这样 所以你会发现 这变很丰富 有些时候 就很像我们中文 很多双关语 对不对 而且有些时候 真的有那个意思 他就是 讲一句话 有两个意思 甚至三个意思 对不对 大家知道吗 好 比如说 有一个人结婚 另外一个人不结婚 他们的理由都是 他们爱上一个人 结婚的人爱上一个人 不结婚的那个人 爱上一个人 听得懂吗 前面那个人 爱上某一个人就结婚了 后面那个人 爱上他一个人过生活 所以他要守独身的恩赐 所以你看 爱上一个人 这句话 却有两个解释 懂意思吗 所以上帝的话 也许很可能 就是故意的 让我们感受到 他一句话告诉我们 其实他爱我们 爱到嫉妒 他也告诉我们 你们不要去爱世界 继续往下看 神使圣灵 住在我们里面 他爱我们到嫉妒的地步 所以你看 也有翻圣灵的 中文标准译本 所以前面的说 我们里面的灵 很可能也是说圣灵 圣灵爱我们 爱到嫉妒的地步 其实还蛮感人的 你知道吗 人家这么爱你 这么爱你 你还觉得爱世界 好再强调 顺便我们上次 也讲过的事情是 不是说你不能够 喜欢世界上的东西 你喜欢包包 男生喜欢 比如说名车 或者什么 不是不行 问题是 神要在最守卫 你要爱你的老公老婆 是守卫 然后你就可以爱 名车 爱包包 懂吗 但是那个爱 如果要比的话 一定是 除了神之外 夫妻是守卫 那如果你发现 你的男朋友 跟女朋友 不是守卫 其实 因为还在交往 你们可以考虑一下 寻求一下 到底怎么回事 懂我意思吗 好 我们继续往下 好 这边是 现代中文的 修订本 是 我们的灵 有强烈的欲望 你看用完全不同的翻译 对不对 还有上帝恋慕我们的灵 还有一个翻译是 上帝恋慕我们里面的圣灵 也没有不对 圣父圣子爱圣灵 也可以 各种不同的翻译 中华事情就是 很可能就是我刚才说的 爱上一个人 这个方法 就是多元的把这个话说出来 就是上帝要跟我们表达 他的东西 因为这不是基要真理 所以老实说你怎么看 没有规定一定要怎样 你知道吗 我们在1517年 在马丁路德改教的时候 所谓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 那个时候有很多 其他的宗教改革者 比如说像是池韵里 或者是加尔文 那个时候池韵里跟马丁路德 原本他们要合作 一起来推展福音事工 他们两大派合作的话 其实会很有帮助 可是他们就开了一个会 然后他们讨论了15条 14条半都完全同意 剩半条 就我所知是有关圣餐 到底是不是 所谓辩职 就是到底说耶稣的身体 就变成耶稣的身体 还是就是我们刚才 李圣餐讲的那些东西 就这样 他们就不合作 后来池韵里就被 被敌人天主教军队 打仗 然后他就死在军中 为什么 因为这个小小的不同看见 老实说 如果你认为 那个就是耶稣的身体 那你就负责 教会有一个人 要吃完耶稣的身体 就好了 不要找我 我已经做过了 那其他的 你认为那个吃进去 才是耶稣的身体 那就这样 重要的事情是 让我们在 基要真理合一 让我们在其他的部分 我们可以接受不同的 就很像 同一个爸爸 有很多不同的孩子 但是每一个孩子的爸爸 是同一个 是个性不一样啊 有一些连妈妈都不一样啊 对不对 对啊 我说以前很多皇帝 都是这样啊 可是他们的爸爸是同一个啊 当然我们在恩典里头 请 我们妈妈也同一个 就是圣经上有提到 撒拉有用比喻说 撒拉就是那个 简单说就是恩典之母 就是因为亚伯拉罕 是信心之父嘛 然后在加拿大书的查清 后面有提到 用夏甲跟撒拉做两个比喻 然后呢 撒拉很像恩典的 母亲的这个概念 所以呢 简单说 让我们在信心 跟恩典里头 看见上帝的荣耀 好 我们今天没有时间讲这部分 有兴趣我们可以去网络上搜寻 我们已经查过这个圣经了 好 所以我们继续来讲 后面一个部分 就是神的计划 跟人的筹算 那我们后面的经文会 你去把它念完 好 我们请来 雅各书四章十三节 请念 嗨 你们有话说 今天 明天 我们要往某城里去 在那里住一年 做买卖得利 其实 明天如何 你们还不知道 你们的生命是什么呢 你们原来是一片云雾 出现少时 就不见了 你们只当说 主若愿意 我们就可以活着 也可以做这事 或做那事 现今你们竟以张狂夸口 凡这样夸口 都是恶的 人若知道行善 却不去行 这就是他的罪了 OK 好 我们看到雅各书四章十三节 第一个字 怎么念 念嗨 因为有边读边 没边读 中间有右边读右边 你总不会念口 对不对 那每一个字都要念口 有好多口开头 所以要念嗨 就是H-I那个 嗨 可是这个嗨很好用 你去查 很少现在再用 可是这个嗨 又可以赞叹 又可以哀叹 就是探词 嗨 这就是合格本 1899年用的嗨 现在没有再用 好 OK 嗨 你们有话说 今天明天我们要往某城里 去在那里住一年 做买卖得利 也许你是第一次读这个经文 也许你是 之前读过 然后就会有人教你说 所以弟兄姐妹 你不可以有自己的仇促 你凡事要寻求神 你要走神的道路 都要寻求神 这件事本身没错 问题就是 有些人太过到一个地步 你想象一下 你今天在自助餐店 那个人一直都不动 为什么 你就不看他念念有词 还带了一个十字架 他在方言祷告 排骨饭 鸡腿饭 牛肉饭 然后神说排骨 配菜 玉米 玉米 还是 那个 你懂吗 而且是自助餐 你知道有多少排列组合吗 他祷告他太阳下山 都 没有 都那个你懂吗 那你怎么办 对不对 那个人一定很瘦 是不是 没有 后来老板说 我全部给你 那个人会很怕 老板说你不要再挡了 我全部给你去旁边好不好 所以那个人很胖 好了 不要想要用这个方法减肥 不行 好了OK 所以我跟你说 是 这边其实 我们好好来研究这个经文 其实在告诉你说 我们其实有一个 我们的计划 而且有一些圣经觉者说 说其实这个经文是 今天明天我们要往某城去 要在那里住一年 要在那里住买卖 要得利 有很多药 但是因为 圣经超本的不同 我们strong number 看到的这个药只有一个 可是重点是 他其实在强调的事情是 我一直有我的规划 你可以有你的规划 问题就是 你要开放让上帝介入 介入改变你的规划 你也可以坚持 不要让上帝介入 上帝也不会因为这样 把你丢掉 你不见 但是如果通常上帝要介入 通常都是好的 不是通常 绝对都是好的 但是通常都是对你 也会感觉到很好的 比如说好 你看到你的两个小孩 假设你有两个孩子 他们两个在那边玩玩玩玩玩 他们玩得很开心 你都不会介入 对不对 但是突然间你觉得 嗯 他们好像越玩越危险 然后越来越好像 他们玩到好像已经生气 或者是他们已经 玩到什么 有风险有危险 比如说他们原本打来打去 用手就算了 他们突然已经开始拿棍子 那你就会介入 对不对 介入是不是对你好了 是嘛 对不对 但是这两个小孩说不行 我们就是拿棍子 然后继续打对方 何必呢 你懂我意思吗 所以上帝有他的想法 你有你的想法 你绝对可以有你的想法 等一下会来讲到 生命术跟善恶术 分别善恶术跟生命术 你绝对可以有你的想法 这是神给你 问题就是 让我们的想法 降服于上帝的想法 我们刚才就举了嘛 对不对 我们有我们的灵 问题是圣灵 在我们当中 让神的想法 在我们之前 这就所谓的爱世界 就是我要我的想法 才是对的 我要我要 那叫做爱世界 因为所有你会爱的 都是世界上的事 你除了爱神之外 哪个不是世界上的事 对不对 所以你不是不能爱这些东西 问题是神要在守卫 OK好 所以你当然可以去做买卖 我们当中绝大部分 你也在上班 你就是在做买卖 最少你的公司在做买卖 对不对 OK好 就算你没有在上班 你是家庭主妇 你们家也是一定有人做买卖 对不对 所以不是反对你做买卖 也不是你反对你规划 只是 他因为 还有就是语气问题 他们认为 他们就是可以掌控这一切 其实上帝在对抗 在处理的是这些 否则为什么前后文 其实是在讲这些东西 懂我意思吗 不是不可以做买卖 4章14节 其实明天如何 你还是 你不知道 然后呢 我们的生命上 很像一片云雾 出现 少时就不见了 你可能觉得 这什么感觉 简单说就是 你在浴室里洗澡 就会有烟雾 对不对 你洗完把窗户打开之后 它就没了 这就是生命 从上帝的角度来看 就是这么容易 还是你洗澡 那个烟雾已经两年多了 还没散掉 那个已经是空气污染了 那个已经是空气污染了 你家一定有 你是不是隔壁的 那个抽油烟机 都一直朝着你 还是楼下有人 在卖咸素机 一直飘上来 我跟你说 烟雾是通常 马上就要散掉了 洗完澡就会散掉 对不对 也许你家通风不好 两个小时也会散掉 懂我意思吗 如果你家一直都是烟雾 要处理一下 你们的生命是什么 原来是一片烟雾 出现小时就不见了 因为从神的角度 或者是 甚至不是从神的角度 从天堂的角度 其实我们在地球上的生命 其实真的是一片烟雾 洗个澡 也许洗得很舒服 凉凉的 或者是热热的 很开心 香香的 润丝 最后还是会消掉的 你洗澡可以洗多久 我知道有些女生 可以洗两个小时 我老婆可以泡在浴缸里 五个小时 她根本就是一只鱼 她每天帮自己受洗 不断的 但OK 其实我们受洗 只要一次就好 但是有些人 多洗了 我知道有从洗派 弟兄姐妹也是祝福 没有问题的 我们的基要真理合一 其他部分 按照圣经 你各自领受 所以你要知道 其实 特别是你 当你年纪渐渐增长 虽然你有25岁的外表 可是你现在50几岁的人 你还是要知道 人 这一生的年日 也许你活 就120好了 那距离120也只剩70年 60几年不到 虽然你会一直保持着 20几岁 30几岁的外表 跟健康 可是你要知道 我们的生命 其实从永恒来说 是很 很短暂的 这样你还是没有什么感觉 就很像 我想象一下 你想象一下 我们大部分 我们一定都念过小学 对不对 你小时候 我不晓为什么 最少我小时候 我们那种 那个座椅是 是两个人一起坐 然后一个桌子 对不对 然后当你旁边是女生 或者是你旁边是异性的时候 那个女生都会拿一个粉笔 或铅笔画一条线 有没有 有吗 对不对 然后男生还故意喜欢弄过去弄过去 对不对 好 然后那个时候 那个小女生就很生气 后面那个人又拉她的辫子 然后她回去就跟她妈妈哭 你可能有经历过这些事吗 对不对 或者是你就是拉人家辫子的人 对不对 回去跟你妈妈讲得很开心 对不对 然后那个时候 那个小女孩人生最大的痛苦 就是她隔壁的同学 弄她 她后面那个拉她的头发 她超痛苦 她超难过 然后呢 然后呢 还有她那个原本喜欢她那个小美 她现在都不跟她一起下课走回家 她好难过 她就在人生最大的事情 然后那时候还想寻死 懂吗 你知道什么意思吗 也许你小时候有经历过这些东西 你觉得现在有没有觉得 那不过是一片云雾 出现少时就不见了 对啊 那不过是 在那个当下是你人生最重要的事 可是现在也就是过去了 一点点 你可以记得起来 就很像你也可以记得起来 我洗澡的时候有雾 可是还有呢 除了雾雾就是雾雾 就雾雾的 就这样而已啊 你懂我意思吗 所以其实我们的人生 有一天你现在最大的痛苦 你过了五年十年 你会发现觉得那也没什么 你现在觉得很痛苦 你倚靠神 你会走过 你会发现 后来真的就没什么了 就很像是 你知道吗 人类是这样子的 你一定会觉得 为什么快乐事情会那么短暂 其实我告诉你 痛苦的事情也还蛮短暂的 你还记得你小时候 第一次摔倒的时候那个痛吗 你还记得你第一次 骨折或骨头受到那个痛吗 如果你痛到现在的话 那真的很有问题 懂我意思吗 你能够感受到 你记得你小时候很痛 可是你已经感觉不到那个痛了 还是你还可以感觉到那个痛 那真的很可怕 对不对 所以你要了解 其实那一切就像云雾一样 出现 少时就不见了 快乐也是啊 你记得你人生第一次吃巧克力的感觉吗 你记得你很快乐 可是你不会记得那个味道 跟那个感觉 如果你到现在还记得那个感觉 实在也有可能有人记忆特别 但我只是告诉你 其实生命是短暂的 我们要超越我们生命存在的这个价值 你不是只是在这世上 你想想看 为什么你的生命里面有永远 为什么大家都在追求 女生在追求永远的爱情 还有永远年轻 男生其实也是 然后呢 投资者在追求永远获利 然后公司在追求永恒的 就是持久的营运获利下去 然后呢 各个东西 你总是 然后有人去买那个钻石一颗永留存 钻石很久远 个屁 对不起啊 真的啊 钻石不会很久远啊 钻石一敲就碎了 你知不知道 要试试看吗 拿来 手上那颗亮亮的拿来 真的 钻石很久远个头 好 这样好一点 好不好 拿狼头给他看一下 马上就那个好不好 钻石很久远 一颗永留存 是某公司的slogan 好不好 黄金还比钻石好 黄金一怎么敲 它就越来越薄而已 对不对 可是连黄金最后也都会消灭 因为圣经上说 有行职的有一天都要消灭 有一天会消灭 但是你不用承受这些 因为你已经有全新的身体 在天堂里 然后会有新天新地 所以我跟你说 你要知道我们的生命 当然现在还是要活得好 你活得好是传福音 你知道吗 很简单嘛 你去看FB 什么东西最多人点赞 出去玩的 吃好的 喝好的 你传的那个 那个讲道 或者是那个灵修 几个人点赞 很少嘛 对不对 当然还是要传啊 问题就是 人家看到 哇 这个人以前脸都黑黑的 但是自从他到了一个叫什么恩宠 什么的 然后他就每天都吃香荷辣很快乐 他那个是不是真的很厉害 然后他就会问你 所以他来问你的 就不用客气地用力传福音 是不是 然后可能人家遇到很大的痛苦 那个耶稣有没有笑 当然有笑啊 是不是 所以你要了解 我们活得好世上是传福音 可是不是只有自己活得好 我们要过一个福杯满意的生活 所以福杯满意是什么意思 就是神一直倒在你的杯子 就满出来 然后溢出来旁边就会得到 溢出来的部分 你的杯子是满的还是空的 福杯满意 然后之后倒空 没有 圣经上耶稣倒空他自己 使你福杯满意 圣经上哪里说 你要倒空你自己 你倒出来这有什么 脂肪跟血 对不对 到处耶稣就是恩高 就是祝福 就是爱 就是恩典 就是真理 所以我们要尽量地把我们的耶稣 倒出来 我们里面的圣灵 我们的耶稣倒出来 而不是倒空你 你里面有罪性 不要去教坏人家小孩 好不好 不要去伤害别人 OK我们继续往下 好 四章十五节 所以你们只当说 主如果愿意 我们就可以活着 也可以做这事或做那事 所以有很多 基督徒的发语词就是 主如果愿意 我们就什么什么什么 有没有听过这种 可能没有 没关系 好 我跟你说 这所谓的主如果愿意 其实就是我刚才说的 让主的旨意 放在你的最前面 好 你在想说 那我今天要不要出去聚餐 然后呢 主啊 我今天要不要去聚餐 你可以祷告一下 因为毕竟是疫情嘛 对不对 我要不要去聚餐 你里面很平安 然后呢 神也没有特别说 你就去啊 你该戴口罩 该怎样做嘛 对不对 可是呢 如果你有一些小事 就是我们刚才说的 好自助餐 你在那个地方 到底我要排骨饭 还是牛肉面 还是 那我的配菜是要什么 我是要 龙须菜 还是高丽菜 还是什么 你知道有几种菜吗 不要再祷告了 你就选 但是在选的那个当下 如果你里面有一个不平安 你其实很想要吃龙须菜 可是突然间 突然间觉得 龙 然后你就是有一种 不平安 你就是不要点龙须菜啊 很可能那批是 坏掉的 或者是 坏到老板给他 加很多调味料 把它盖掉 是有这种的啊 对不对 所以你就是选 然后神会用 基督的平安来引导你 懂我意思吗 所以 主若愿意 然后有人就觉得 主若愿意就是 我要迫切 祷告清楚神的心意 所以我到底要吃什么青菜 我已经祷告了两个小时 我没有两百个人 老板快杀了我 不用这样 懂我意思吗 但是如果是大事 对你很大的事 你花个三天五天 你甚至进食祷告 弄清楚都可以啊 是不是 你要不要嫁这个人 你要不要取这个人 你要不要买这间房子 人大部分的人 这一生买过最贵的东西 都是那间房子 大部分的人 有一些人 这一生也只想买一间房子 还买不到 对啊 我知道你有些人 可能买很多间房子 那两回事 但是我只要告诉你 像这些大决定 好好去祷告啊 然后房子多看几次啊 算了 不要讲房子怎么看 对突然间又 大家记得要在不同时间 去看真的很重要 好OK 所以继续 主若愿意的意思是什么 就是我们让神的旨意 放在我们的前面 但是我们要有智慧 有些人买房子不是大事哦 他的工作就是 做房地产投资 但是他还是可以祷告 但是他也可以按照专业来研究 有些人买房子 他这辈子最大的事啊 但是每一个人结婚都是最大的事 不是有人专业负责结婚的 真的也有 现在这个时代已经有这种人 他在结婚离婚离婚 结婚离婚 结婚离婚赚了不要有多少钱 也有这种人 但是这是神不喜悦的 我要直接这样说 好不好 但是神还是爱你 但是神不喜悦 有些时候你孩子你不喜悦 他这件事 可是你还是爱他 但是你会管教他 如果他真的做一些不对的事 好我们继续往下咯 好 雅各书四章十六十七节请验 现今你们尽以张狂夸口 凡这样夸口都是恶的 人若知道行善却不去行 这就是他的罪了 好 我们回到刚才那个地方 让我们再说明一下 有关离婚这件事 我觉得就很像 我很多时候请你们念一下经文 为什么 因为那个时候 我会听一下圣灵的声音 我觉得神要我再离婚讲清楚 不是说离婚就是 完全罪恶或是怎样 若是可行 神要你尽可能维持你的婚姻 可是我们当中的弟兄姐妹 如果你离过婚 你或者是你正在这个状况下 或者是你以前发现过这个状况 我要说的事情是 神完全知道我们的状况 我们确实若是可行 我们尽可能的维持好婚姻 因为神喜悦我们有良好的婚姻关系 但是若是不行软弱了 其实老实说 有谁软弱不软弱呢 对不对 谁都一样软弱 每一个人都会软弱 那你的小孩软弱了 你就把他赶出门吗 那早就赶出门了好不好 所以啊 你的孩子犯错 还是一件事嘛 基督徒可不会犯罪 不可以 基督徒会不会犯罪 会 那犯罪了 好 神的孩子可不会犯罪 不可以 那神的孩子会不会犯罪 会 那犯罪还是不是神的孩子 是 你的小孩也会犯错 当然尽量不要让他犯错 但是他会不会犯错 会 但是他犯错是不是还是你的孩子 是 你还是一样完全爱他 你甚至更爱他 更帮助他 你懂我意思吗 所以我强调一件事情 就是 若是可行 我们维持好我们的婚姻 但是如果你真的软弱 神还是爱你 了解 然后你还是大有权柄的 可以跟神求主啊 祝福我的下一段美好 特别是如果你是受害者 好 但是就算你不是受害者 你也可以求下一个 神的恩典跟祝福 但是请你不对的部分 好好跟神认罪悔改 懂我意思吗 好 我觉得有感动他讲这个部分 好 所以呢 现今你们 四章十六十七节 现今你们敬你张狂夸口 你知道张狂这个词原文 是一个非常可爱的词 这个张狂这个词就是 那个 你有没有看过 以前的夜市有那种卖药的 买油啊 那种吞花乱醉 讲得多厉害 胸口最大实 然后说我们这个多厉害 吃下去好像 吃下去 然后就可以什么 好像 什么什么 什么一百病 甚至可以死而复活 讲到那个地步 懂意思吗 那个年代就有这种人了 这个张狂这个词 就是这个意思 很多人会乱讲 然后乱那个 现今你们敬你张狂夸口 讲这一句话 自己很厉害 很型 很什么 其实多么假的 然后呢 神说这样子 夸口是恶的 所以呢 圣经上说 夸口当指的主耶稣 夸口 我们很行 是因为耶稣 老实说 我想象我红巨星 如果没有耶稣 我基本上就真的 就是一个 肥宅 真的啊 我后来研究一下啊 我真的觉得 如果没有耶稣 我真的就会是个肥宅啊 对不对 现在只是个肥宅 不是 不是我不是肥宅 我是寿宅 祝福祝福祝福 对我是健康的寿宅 对好 OK 强壮仔 好了 各位不要再讲 所以呢 这个张狂夸口 是神让我们夸口 指指着主耶稣夸口 然后再来下一个经文 我们常常引用 人若知道行善 却不去行 这就是他的罪啊 这就是我们可爱的新约 请问下面这条 到底谁做得到 人若知道行善 却不去行 这是他的罪啊 不可能有人完全做到 你刚才做决运来 你有浪位吗 你不一定有 对不对 你还假装睡着 是不是 反正已经戴口罩 人家不认得你了 顺便把眼睛给遮起来 是不是 还有你刚才开车来 好不容易找到一个车位 你要停 另外一个人也想停 你先到 你要让他吗 让他是行善 让他你会迟到 迟到又是罪 让他 你看人若行善 却不去 人知道行善 你知不知道他需要车位 你知道 你知道可以行这个善 你没有去行 这就是他的罪 来教会的路上 你已经犯罪 好 然后呢 你让他了 结果你教会 教会你服事迟到 犯罪 他怎样都犯罪 到底怎么活啊 所以我告诉你 人就是有软弱 你信耶稣 还是会有软弱 所以不要论断别人 不要定别人的罪 也不要定自己的罪 我们各自在神的面前 让神来与我们同在 来帮助我们 越来越像他 而不是定自己的罪 了解吗 也不是定别人的罪 好 继续往下咯 再来我们来讲 生命术跟分别善恶术 刚才说到要提到 其实为什么要讲这个东西 是因为 其实刚才提到 我有一个我的规划 但是上帝有他的规划 然后我们刚才的答案 就是让上帝的规划 在前面 在首先 其实我们看几个经文 会知道为什么要这样讲 来 我们会继续把几个译本 一起念 创世纪二章九节的 新译本请念 耶和华神使各样的树 从地上长起来 好作食物 原子中间又有生命树 和之善恶树 上主天主使地面生出 各种好看好吃的果树 生命树和之善恶树 在乐园中央 在那原子中间 有一棵赐生命的树 也有一棵能使人辨别善恶的树 OK好 我们引用这三个版本 我们没有引用树和尔本 为什么没有引用树和尔本呢 好是这样子的 因为树和尔本只说了 在原子之中 就差不多这个意思 有生命树跟分别善恶树 可是这三个版本 都翻出了原子的正中间 有生命树跟分别善恶树 有些版本说 正中间有两棵 生命树跟分别善恶树 有些版本说 正中间只有一棵叫生命树 然后另外一棵 叫分别善恶树在别的地方 好没关系 最重要的事情是 无论如何都有说 正中间是生命树 你看 斯高一本也说 生命树在乐园的正中央 可是它是说 生命树和知善恶树在乐园的中央 然后呢 这边也说 中间有一棵次生命的树 然后逗号也有 所以它就 这个也有就是 分别善恶树就不是在中间 还有其他的版本 因为原文的这个字 中央中间的这个词 其实也是之中 希伯来文 你知道为什么新约用希腊文写 因为希伯来文比较像我们的古中文 它一个字可以解释很多意思 你知道意思吗 你知道我在讲什么吗 它一个 我们的古中文 名词可以当动词 动词可以当名词 还可以当形容词 那不就是同一个字可以 到处怎么用怎么用吗 所以就会有这种问题 对不对 好 所以呢 我们现在来看 就是说 如果以这个角度来看 你会发现一件事 上帝在创造了伊甸园 然后把他所爱的人 放在里头的时候 他在正中间放了生命树 还有分别善恶树 其实到底在说什么 其实我们经过查经 其实我们之前 如果你有兴趣去网络上看 我们有查过 耶稣就是生命树 然后呢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个经验 就是你看到 继续往后看 我相信大部分的人 你信耶稣 你总会可以读圣经 创世纪第三章就开始讲 前三章就在讲这些故事 你应该都读过 好 没读过神还是爱你 但是我会觉得 多少读一点吧 好不好 好 就是说 而且前面故事还蛮好看的 我知道大部分人你知道吗 大部分人都是读 创出立民生嘛 就创世纪会读得完 因为故事蛮好看 特别是如果你不要 你读何本读不懂 你就读你读得懂的版本 创世纪出 然后呢出埃及记 出埃及记前面都还可以看 然后最后都出不了埃及 因为后面就开始讲 什么卫幕啊 什么海狗皮啊 什么颜色啊 然后就都卡在那里 真的就很痛苦 那就快速读过去啊 你懂我意思吗 如果你眼睛再慢慢读嘛 你懂我意思吗 很多人都出不了埃及 卡在那个地方 但是我告诉你 你早就出埃及了 因为耶稣带你出埃及了 好不好 OK好 我们不是靠行为称义 圣经读到哪里 跟你得救没有关系 你只要相信核心 你就得救 好 我们继续讲 在伊甸园的中间有生命树 因为神其实要我们 以祂为中心 好 我其实常常在 思想一个问题 我分明知道有很多 我们的弟兄姐妹 他们也是在基奥真理 跟我们完全一样的 一主一心一喜一神的 弟兄姐妹 可是为什么他们却 兴起一直来攻击 神真正的福音呢 我一直在思想这件事 分明就是神的儿女啊 为什么会攻击神的工作呢 而且他们还认为 他们其实是在 匡振大家的错误 然后在帮助错误的人回归 其实我后来在思想这个问题 就是因为中间有生命树 还有分别善恶树 有知善恶树 有或者是辨别善恶的那棵树 在强调一件事 伊甸园不是有一棵善树 一棵恶树 是有一棵树叫做生命树 另外一棵树叫做分别善恶树 所以问题不是善跟恶 问题是分别善恶 懂意思吗 不是善跟恶这件事 那有人会觉得 哇 上帝真的超小气的 哇 难道分别善恶也有错吗 分别善恶本身这件事没有错 神就是分别善恶的神 因为他是公义的神 问题是 你来分别善恶这件事 就可能会错啊 你有没有错过 你有没有发现你分别是 你以前认为这个是好的 你以前认为这个是对的 你以前认为这个是对的东西 你现在发现它是错的 这样说好了 就很简单说就好了 牛奶 以前所有的营养都告诉你 小朋友喝牛奶很好 对不对 现在是不是新年就出来喝牛奶不好 你小时候为了爱你的小孩 给他喝牛奶 就喝到他全身过敏 然后你想说 他身体那么虚那么过敏 你再多喝多点牛奶 然后又过敏 可是你后来发现 原来过敏原来是牛奶 你不一定有这样 但是这就是你在分别善恶 因为你觉得这个对他好 你要给他 懂吗 可是这就是人分别善恶 但是那我就不用变善恶了吗 你当然要 你还是要变善恶 可是不是你来做最后的审判跟裁判 懂意思吗 这就是让神 让耶稣从我们的中心 简单说 当一个人的心越偏向 我来分别善恶 而不是以耶稣为中心的时候 圣经上提到 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 如果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 就算人家跟你不一样 只要是基督真理一样的 其他人跟你不一样 你就接受他跟你不一样 你爱他 我们教会相信 只要是因性成义的教会 就是好的教会 虽然他很多看法跟我不一样 我哥哥跟我的很多看法也不一样 他还是跟我同一个爸爸 同一个妈妈 我就是爱他 虽然他不一定有爱我 我现在在呼喊来爱我吧 没有 你懂我意思吗 你懂我意思吗 他也有爱我啦 我是开玩笑的 谢谢他借我举例 懂我意思 就是说 当我们以耶稣的心为心的时候 我们以生命术 我们核心是 中间是生命术的时候 我们用爱接纳这一切 可是当我们想要分别上个 你们讲那个不对 你们讲那个恩典福音 你们只讲神的恩典 不讲神的真理 约翰福音一章十七节 律法是借着摩西传的 恩典和真理是从耶稣基督来的 那个来是单数动词 所以代表什么 恩典跟真理是在一起的 真理跟恩典是在一起的 就很像我们讲过的 木瓜牛奶 对不对 木瓜跟牛奶来了 那个来就会是复数动词 但是木瓜牛奶来了 就会单数动词 因为木瓜跟牛奶 打成同一杯了 一杯 懂意思吗 所以 我们讲恩典的时候 就是在讲真理 讲真理的时候 就要带着恩典 讲恩典的时候 要带着真理 可是那个真理 是神多么爱你的真理 然后很多人 把律法当真理 问题是那个经文很清楚 律法这就是摩西传的 恩典和真理 从耶稣基督来的 摩西传过来这个律法 然后我们很多人 把律法当真理 分明就是有律法在这边 恩典跟真理在另外一边 这是木瓜牛奶 这是酸梅汤 懂吗 还没加糖 懂我意思吗 你不要把酸梅汤 当成木瓜或牛奶 懂意思了吗 在那园子中间 有一棵次生命的树 所以让我们把 耶稣成为我们的中心 而耶稣的中心是什么 是爱 所以我们就爱弟兄姐妹 他跟我不一样又怎么样 他只要是神的儿女 他是我哥哥 是我弟弟 是我姐姐 是我妹妹 我就是爱他 他可能跟你不一样 都一样也很可怕 好不好 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就是 那有人会问说 那为什么要有分别善恶数 上帝怎么干嘛要这样 你知道没有选择 是多么可怕的吗 我们是不是举过这个例子 你到一家餐厅里面 然后菜单来 哇好多种 有 番茄牛肉面 牛肉番茄面 牛肉拌番茄面 番茄拌牛肉面 番茄 番茄牛肉面 牛肉 牛肉 番茄面 番茄与牛肉 一起的面 一起来把牛肉跟番茄面 都是这样 那是怎样 老板你就直接说 你卖番茄牛肉面好不好 就是他给你选 他怎么选都一样 那这是什么人生啊 好 还有另外一个东西 你每天只能吃完全一样的东西 你可以吃几天 我是没有什么办法 我太太比较能够 她就是可以吃一样东西 一直吃下去 因为对她而言 吃东西只是 就是一个 她有两种 一个人是吃好吃的时候 另外一种是就是 吃不要饿的时候 那她那个 我是没有办法 我不要饿 我有些时候不好吃 我就不吃了 感谢主 好 所以我要跟你说的事情 就是说 上帝给我们选择 好 那所以 那有人会说 好啊 那上帝给我们一堆好的选择就好 为什么有一个不好的选择呢 你知道 如果你以为 伊甸园里面只有两棵树 一棵树叫生命树 一棵树叫分别三棵树 不是 去看我们查过的 按照 神是创造的大地 然后在东方立一个原子 叫做伊甸园 然后这个伊甸园的原子里面 有说有各种不同的树木 各种茂密的树木 而且都有果子 都可以吃 所以我们就假设 然后那时候有四条河 围绕着伊甸园 所以呢 我们就把底格里斯河 跟约发拉底河 来拿来假设 现在这两条河还在 就在伊拉克 所以我们假设伊甸园 是伊拉克那么大 其实合理的 你去看我们的这个查清 简单说就是 从第一棵吃到最后一棵 都不重复要吃950万年 懂吗 这就是为什么 其实神给你 假设里面有十亿棵树 神给你十亿零一个选项 都可以选 只有一个是错的 这样你还会选错 你闭着眼睛怎么选 你也选不到辨别善恶树 分别善恶树 你是吃不到它的 你是故意去吃的 这才叫做醉 所以上帝不是只有 每天吃生命树 好烦哦 好讨厌哦 好想吃分别善恶树 然后特别是那个下巴嘴馋 就受不了就去吃了 不是 你有一堆可以享受的 然后还要去 这才叫做醉啊 但是神必须设一个东西 因为神要人类有自由意志 你想想为什么 你想想想一下 你希望你所爱的人 对你说我爱你 但是你希望你的Siri 跟你说我爱你吗 可是Siri可以无限次 你可以设好我爱你 然后叫他念 对不对 一直按一直按 还可以直接设一万次 叫他一直念一直念 会有任何感觉吗 你的孩子对你说一句 爸爸我爱你 妈妈我爱你 胜过Siri说一千万次吧 对不对 是吧 好 那么请问一下 你的小孩出于他的意志说出来 跟Siri没有意志出来了 这就是差别了 选择的差别 自由意志的差别 可是当神给人类自由意志之后 就会有选择罪恶的这个选项 了解 所以有些人控告说 其实神 暗示说 你们不可以吃分别山恶树 而其实要你吃分别山恶树 这样才能够虐待你 那他就做两颗就好了 懂吗 懂意思吗 你说小朋友不可以吃糖 是故意让他吃糖吗 是吗 不是吧 你应该是 你要让他享受这一切 我跟你说 其实未来 未来有一天 耶稣完全解决 神已经是我们一切做 我们会有一个全新的身体 然后连死都被公灭 对不对 然后在永恒里 我们会更多的去认识 什么叫做 耶稣是生命树 然后耶稣是我们的核心 然后看见上帝用他的 绝对智慧来辨别山恶 其实你知道辨别山恶 还是很重要 当我们遇到一些 很不公平的事情的时候 我们呼求公义 可是你要知道 人没有办法完全公义 所以我们继续往下咯 好 再来就是超越财富 好 为什么讲超越财富呢 这个经文继续往下看咯 好 雅各书五章一节 我们会有连续念完 请念 嗨 你们这些富足人啊 应当哭泣嚎啕 因为将有苦难 临到你们身上 你们的财物坏了 衣服也被虫子咬了 你们的金银都长了秀 那秀要证明你们的不是 又要吃你们的肉 如同火烧 你们在这末世 只知积攒钱财 工人给你们收割庄稼 你们亏欠他们的工钱 这工钱有声音呼叫 并且那收割之人的冤声 已经入了万君之主的耳了 你们在世上享美福 好艳了当宰杀的日子 尽交养你们的心 你们定了义人的罪 把他杀害 他也不抵挡你们 好 大家记得 定了义人的罪 把他杀害这个部分 OK 这边提到 第一句是 害你们这些富足人 害你们这些富足人 但是你会觉得 所以圣经不要我们做生意 又不要我们富足 因为这边说这些 富足人不好 对不对 所以他们就会 以前古代 他们就会去发明那种 就是信耶稣就要清贫 就要赤贫 越穷越属灵 因为这些经文 他们都解错了 因为富足人是应该 哭泣 嚎啕 乱哭 然后等到苦难 连到他们身上 我告诉你 去看 前后文就会发现 这不是在说你 就算你是个富足人 往下看都知道 首先先 当然这边 因为大家记得 这是前后文 前面才提到 我们有很多我们的想法 可是其实神告诉我们 如果你倚靠你的富足 倚靠你的财产 倚靠你所拥有这一切 那其实就是 会哭泣跟哀嚎 是痛苦的 然后呢 因为 财务是会坏掉 衣服是会被虫子咬坏的 你现在 你知道吗 两千年的人的衣服 还是会被虫子咬 有吧 你衣服有没有被虫子咬过 有吧 没有吗 你都穿羽衣 对不对 好 然后你的财务被坏掉 会啊 而且现在还有通货膨胀 更狠好不好 我放在那个地方 就一直被偷走 我就放在那个地方 就一直被偷走 你知道吗 通货膨胀 你能 你记不记得 小时候一碗卤肉饭多少钱 五块十块吧 看你多小了 对不对 好 现在一碗多少钱 三十几四十几 都有 还有五十的 你的钱是不是越来越小 你知道吗 有 我看了一个新闻 就是 有人他 他什么 做工还是什么 把钱 都藏在哪里 然后啊 现在挖出来了 然后现在拿去换 还是一块对一块 可是当年 如果这东西买地 现在是几十亿 现在只能换 可能一百万 差不多这个概念 数字我不是确定的 财务是不是坏的 我们现在的钱 变得更坏 好不好 真的超坏 以前金跟银还在那里啊 生锈也是金跟银啊 没有练好了 还是金跟银 它还是有它的价值啊 我们那些 有些国家 它超级通货膨胀 那张纸就是废纸 你知道吗 在二次世界大战 德国 为什么西特克能够兴起 是因为 比如说 你以前要去 你要去买一个 比如说你想要去买一台 买一条面包 你用推车推纸钞 要去买一条面包 推到 然后到门口 就进去跟老板讲 走出来之后 推车被偷走 纸钞还在地上 是这样耶 很可怕的耶 近代也有啊 新巴威就是这样啊 所以真的不能倚靠 那我要怎么办 那我是要买 不是钱财 那我就要换成财 我要买房子吗 还是我要买黄金 还是要买石油呢 没多久之前 买石油的人 多么的痛苦 记不记得 有人觉得 已经跌到 零点几了 现在随便买 顶多亏光 对不对 所以你跌到负37 你还要贴银行钱 有没有 是真实发生 就在这 我一年前讲 没有人会相信啊 你知道那些写 石油交易软体的人 都没有写到 负值的交易吗 很多啦 所以很多人 在那个点 他想尽都不行 你知道吗 我们这个月 这几个月来发生了 全世界没有发生过的事 你知道美国的股市 有熔断这回事吗 我从来不知道耶 原来他们有 熔断是什么 你知道就是 因为交易的 因为跌得太严重 有什么 就是停止交易 就很像你的那个 保险师熔断了 一样 巴斐特也才遇过 以前只遇过一次 近年来遇了三次 我跟你讲 我们这次就是 很成功的模拟考 你知道吗 我们是不是说 你说我们现在说的 对不对 我们之前是不是讲过 我们在疫情 感觉很严重 全世界很严重的时候 告诉你 这就是个模拟考 而且告诉你 会恢复 以前的生活 现在是不是 你有一点恢复的感觉 对不对 我昨天除了我进那个餐厅 有人给我喷酒精之外 我觉得我根本跟去年 完全一样的感觉 价钱也一样贵 人也一样多 不是说很多店都很严重吗 有啊 很严重的人多 懂我意思吗 就是 你要知道 这就是模拟考 模拟考考完了 还会有正常日子 然后才下一次模拟考 然后再次 我不知道会有 模拟考几次 最后大考 你不会考 你会移民 只要你信耶稣 你就会在前被提 可是这次模拟考 把所有的 很多问题都考出来 模拟考的功用 就是这样啊 你知道石油 可以附数交易吗 所以有人就在网络上说 所以我今天去加油站 加油 他会给我钱 抱歉 那是原油交易 今天不多说 是 真的 如果你愿意把 那个产油的 油桶搬走 储存 他会给你钱 是真的 可是那是原油 不是汽油 那是两件事 所以你会发现 我们在这次模拟考 经历了太多 我们以前没有经历过 这个世界 然后神经上说的事情 两千年的 真的越来越像 朝向这个方向啊 对不对 财务坏了 衣服被虫子咬了 好 再来 你们经营都长得秀 无论是不是在讨论 那时候经营的铸造 简单说 你的钱 你的那些财务 是不是都很像长得秀 你以前觉得很能够倚靠 我最近看一个新闻 之前大家很喜欢 追求财务自由 对不对 所以有一个人 就所谓被动收入的 我之前也很喜欢 研究这个东西 就是有一个人 他已经做到他一年 有美金三十万 还四十万的被动收入 就不用上班也可以 他就退休财务自由 然后呢 他在这次疫情 又回来工作 他说 我现在只剩二十几万美金 一个一年了 不够用 我要回去工作 所以你懂啊 就是所一切都不一样了 这就是模拟考的功用 让你知道 不要在末日 只知道积攒钱财 你要知道这些不是可以倚靠的 但是你还是要过得好 了解吗 所以模拟考多么的有效啊 各位同学 是不是考出了 其实你数学不够好 你要加强数学 其实你国文不够好 你要好好读课文 其实你的物理不够好 这就是模拟考的功效啊 你有没有发现 有些人在这个疫情面睡不着 很恐惧很害怕 对不对 那你有没有发现 其实你一直宣告的 耶稣是你的平安 那个东西你不够 那你要怎么解决 听更多恩典的有关心理平静的东西 特别是听湘君牧师的 晚安宝贝 超级好睡 真的是这样啊 而且我很多时候就是放来 让孩子跟我讲 我很棒这样 我很棒是 我老婆一直讲 我很棒很爽 这是我特有的 好不好 没有啊 湘君牧师 他就是按照神的话 在告诉你 但是我听起来特别舒服 好OK 而且我还可以请真人版 再讲个两句 这样更好 OK啊 所以我要告诉你 我们不能够只靠这一切 所以相同的 如果你在财务上 你觉得现在有很大的失去 我跟你讲 你失去也不是你生命中最重要的 那钱财不是你生命中最重要 虽然它真的很重要 我们不会去那边唱高调 说钱不重要 那句话说嘛 对不对 钱不是万能 但是没有钱万万不能 我们还是要付房租啊 我们网站还是要网狱啊 还是要什么什么各种东西啊 我们的同工还是需要薪资啊 我们的水电 你可以接受我们今天没有开冷气吗 那就只剩我在直播 连同工都走了 对不对 去楼下Seven 然后吹冷气之类 蹭冷气 好 所以你懂我的意思吗 钱财不是最重要 可是钱财有它的功能嘛 钱财是最好的仆人 但是是一个最烂的主人 你知道很多人说 我的人生目标就是要赚钱 真的吗 那你赚完你不可以花 给我哦 所以不是嘛 他的目标其实不是赚钱 他是想花钱 问你啦 你人生只能赚不能花 还是你人家赚给你 只能花不能赚 你要哪一个 花嘛 对不对 所以你的人生目标 不是赚钱是花钱吧 你人生目标就只是花钱吗 那你只能花 买的东西都是别人的哦 所以你人生目标是花钱吗 不是嘛 是那个东西嘛 对不对 可是你真的要那个东西吗 那你只能有那个东西 但你可以看得到 不可以吃哦 那牛排可以有你的 但是我吃哦 所以你会发现 你真的要的是什么 你知道吗 你去思想 你要的是什么 被爱 你要的是被接纳 你要的是吃饱 喝足 享受那些 可是你真的只是想要吃饱而已吗 其实更核心是 更深的精神的部分是 你想要被爱 你想要被接纳 你想要属于 你想要各种新的部分 你懂吗 所以真的不是物质 这么低层次的东西 但是物质是 神来祝福你的一个方法 了解 我们继续往下了 好 所以五章四节 你会发现这边开始提到 工人给你们收购装价 你们亏欠他们的工钱 如果你是一个富足人 你没有亏欠人家的工钱 就不是在说你啊 你有亏欠人家的工钱吗 其实上帝 你看 你想象一下 两千年前 基本上这是一个 其实是三千五百年前 旧约圣经就在说了 你要去对你的员工好 因为他相对你弱势 那个时候的牢基法 在圣经里 而且是有定出细则的 包括那个什么 女战俘 你把他抓来当你老婆 你不能够随便怎样怎样 都有写的 那个时候的 无论是牢基法 或者是婚姻什么 都是几千年前就写好 在圣经里面 都现在都没有变 可以查证的 所以你要了解一件事 他在说你富足人 却亏欠人家工钱 他其实在讲的是 为父不仁的人 你是这种人吗 如果你有一点的话 你就赶快转向神 不要跟别人讲 救我 这种不用举手 就是说你不要 就是要去帮助人 但是相同的 我不是跟你说 所以你都要被你的员工 牵着鼻子走 或者是你的员工 爱多少钱 就给他多少钱 那我当你员工 不是嘛 对不对 他只是说你不要 亏欠人家工钱 所以工钱有合理的工钱 合理该给的要给 所以其实整个圣经里面 有很多经常 几千年纪就写下来了 所以你要知道 这个不是说不给富足 因为那个富足人 我们在讲亏欠工钱的人 后面还有其他一个部分 好 五章五节 他在讲的是 在世上好艳乐 就是说你可以艳乐 你其实也可以享受艳乐 可是这个好已经显然 他的艳乐在上帝之前 所以你可以享美福 你可以享受快乐的 耶稣常常去很多艳乐 耶稣坐席的时候 全部都是艳乐 耶稣也有 所以耶稣就是我们学习的榜案 耶稣怎么做 我们就可以怎么做 除了被钉在真实被钉在十日架上 你不用 其实很多东西他教导我们 就是这样活 对不对 好 所以当宰杀日子 去教养你们的心 人生会结束 末日会来到 那一天会来到 你有没有预备好 透过这次模拟考 我们可以让我们的心境 有一些调整跟改变 我有遇到一些 以前的弟兄姐妹 他们经过比如说 很大的人生 比如说破产 或者是离婚 或者是得了癌症 然后现在正在医 他们其实心境有很大的改变 他们知道什么是更重要的 那上帝透过这一次的 新冠肺炎的模拟考 让全球去体会 有些人正在考 有些人快考完了 有些人已经可以交卷了 有些人交百卷 不同国家 但是我们在这次模拟考 要学到 我们什么东西需要修正 如果你发现 你太在乎金钱 去听上帝的财务的丰盛 上帝才是你的源头 如果你发现你这次 你很担心自己身体不好去听 恩典的有关于身体健康的部分 这样我们这次模拟考 给我们最好的效果 我以前想当补习班老师 现在特别有感觉 我们这次模拟考 是不是很棒呢 你看我是不是都给你画重点 对不对 这是补习班老师要做的 好 OK 好 雅各书五章六节 你们定了艺人的罪 把他杀害 他也不抵挡你们 你知道吗 这个艺人是单数 后面那个他 反正简单说 你们是负数 但是这个艺人是 那个艺人 他是谁 对 有些艺本翻错 其实这边在说是耶稣 你们定了那一个艺人的罪 把他杀害 而且他没有抵挡你们 请问 你看前后文 他是在说 雅各书五章一节 五章一节说富族人 然后富族人做了什么事呢 亏欠工钱 好艳乐 然后定了艺人 定了那个艺人的罪 是你吗 你是让那位艺人 替你承受罪吧 是你吗 所以啊 神的儿女们 你可以享受 上帝的祝福 神没有反对 你当富族人 他还希望你当富族人 因为他 你信不信用 你儿女成为富族人 你信不信用 你孩子未来 有好的配偶 然后有好的家庭 买好的房子 有好的工作 当然愿意希望嘛 对还是你希望他 他从小就 去吃头食 起食 那你现在教育的钱 都省省的 现在就去赚 搞不好还另外一番成就了 没有啦 你懂我意思吗 你一定希望你孩子好 神也希望你 你享受这些 只是他要是首位啊 你希望你的小孩 以后赚钱赚到 连你都不认 不要吧 不要吧 还是你觉得 没关系赚钱就好 钱更重要 我不重要 你以为这是牺牲吗 绝对不是这样 对不对 神要你把他当首位 就很像你希望 你的孩子还是爱你 可是你希望他很有成就 很富足 很健康 很棒 对不对 神也希望你很健康 很富足 很棒 不然你是他要是首位啊 但是你就算 没有让他成为你的首位 但是他还是 愿意祝福你这一切 但是如果你愿意 让耶稣基督 成为你的中心 更多更多 让神成为你的中心 好继续往下 超越苦难 还是前后文 我们只是把它 一节一节分出来 我们一样会把后面的经文 一起念完 好我们请念 雅各书五章七节请念 弟兄们啊 你们要忍耐 你们要忍耐直到主来 看哪 农夫忍耐等候地理宝贵的出产 直到得了秋雨春雨 你们也当忍耐 兼顾你们的心 因为主来的日子尽了 弟兄们 你们不要彼此埋怨 免得受审判 看哪 审判的主 站在门前了 弟兄们 你们要把那先前奉主名 说话的众先知 当作能受苦 能忍耐的榜样 那先前忍耐的人 我们称他们 是有福的 你们听见过 约伯的忍耐 也知道主给他的结局 明显主是满心怜悯 大有慈悲 我的弟兄们 最要紧的是 不可启示 不可指着天启示 也不可指着地启示 无论何事都不可启 你们说话 是就说是 不是就说不是 免得你们落在审判之下 兄姐妹 我们再来要讲的是 超越苦难 刚才提到富足人 然后那些 定耶稣罪的富足人 但是当然我们可以 透过那些人学习 不要把钱财看得那么重 但是钱财是有他的功用 好 再来超越苦难是 弟兄们你们要忍耐 那你会发现很奇怪 他真的是上下 我为什么讲有钱 然后富足 然后突然就变成 弟兄们你们要忍耐 因为那个时候 很多的那些富足人 他们其实是 靠跟罗马 罗马政府的互动 像那些不好的 税吏或欺负他们的那些人 然后呢 所以呢很多基督徒 其实你知道那时候 很多基督徒的生活 这个时间应该已经发生了 很多基督徒被财产充工 你知道吗 你就算是富足人 你被财产完全充工 你知道吗 就完全变成赤品 然后把你的钱A去了 他们变成富足人 然后他们定耶稣的罪 然后他们还苛扣 那个你去帮他打工 你的钱被他A走 你去帮他打工 他还不给你钱 有类似这样的例子 OK 弟兄们你们要忍耐 直到主来 所以他们其实很像 就是面对那种 他们其实那时候的迫害 其实无论是耶路撒冷教会 或者是散注各地的 十二支派的弟兄姐妹 事实上他们都开始 遇到一些迫害 基督徒一直被迫害 你看那时候保罗 就是专业去迫害他们的 对不对 而且圣经没有提到 可能还有其他的队伍 都在迫害他们 应该一定有 对不对 所以说你们要忍耐 直到主来 然后呢 他说 就很像是他们举例啊 农夫忍耐 然后呢 就保 那个就会等候 然后等到秋雨春雨 然后又保贵的出产 知道这个感觉 你可能没感觉 就是 如果你是月光族啊 你就在忍 五号 什么时候五号会到 你是五号发薪水吗 对 五号 再几天就好 现在三十号了 再吃 五四天的泡面就够了 再忍耐一下 我白米已经吃光了 就这感觉 懂吗 忍耐直到薪水来 了解意思吗 我们祝福我们 恩宠教教的弟兄姐妹 都听不懂我在讲什么 这个部分 你都不会经历这一切 你知道 喝什么水不会渴吗 凡喝这水的必要再渴 喝耶稣活水就不会渴啊 这是真理 但是笑话是什么 最解渴的水是 薪水 不是吗 你们都没有体会过 感谢主祝福我们的恩宠教的弟兄姐妹 都不用去体会薪水是最渴 最解渴的水 但是很多人薪水是他活下去的水 他已经不是解渴 他是在沙漠里面快干掉 然后找到一颗仙人掌 赶快 那个 懂吗 最解渴的水 薪水 这是笑话 直到得了秋雨春雨 就是这个感觉 你懂吗 所以你懂 你知道很多人 他们 你知道耶稣在四福音里面 用很多很多的比喻 所以很多人就会用 耶稣的比喻来讲 觉得这很属灵 不是你要学是耶稣的精神 你要用现代人的比喻 让他体会 懂了吗 薪水 最解渴的水 好 五章八节 所以你们也当忍耐 坚固你们心 因为主来的日子尽了 雅各那个时候应该认为 他们可能有生之年就会看到 两千年了 那天还没来 可是彼得的书信 也有讨论过这个问题 很多人觉得主迟迟不来 到底是为了什么 我们已经那么苦 那么痛苦 到底是为了什么 圣经上怎么说的 主不是单言 是因着宽容 他来了就他审判的 他来了就很多 你想象一下你的家人们 你可能 我不要你的亲好友 至亲好友 有没有都信主 如果他们都没有信耶稣 耶稣来了 他们就 拜拜 他们就准备要 进入七年大灾难 然后 祝福他们在七年大灾难 里面信主 所以你们 没事就要来分享 我们的东西给他们 让他们 download藏在他们的硬碟里面 或者是行动碟里面 未来 如果YouTube 我可以直接告诉你 如果真的敌基督 在全球掌权 你以为YouTube看得到神的话 肯定看不到 你也不要说什么YouTube 在某些国家 你要听讲到 网络上是一点都没有的 你知道吗 我没有说什么国家 好 你知道我的意思吗 对不对 所以 你现在分享给他们 你甚至于 送他一个硬碟里面 通后塞一个绝字祷告 对不对 你录 对不对 都可以 帮助他们 因为有一天 我们摩尼考考过几次 我们就移民了 他们要留下来考真正的大考 要帮助他们 考前拆题 不用拆了 就考那一题 要不要信耶稣 好不好 好 继续 五章九节 弟兄们 你们不要彼此埋怨 为什么要埋怨 主怎么还不来 真的啊 真的啊 是这样啊 这样很奇怪吗 对啊 就是这样 你们为什么不要彼此 免得受审判 看哪审判的主站在门前了 你会发现 主站在门前 站了两千年 你为什么还不进来 你为什么不开门 主的问题是 为什么一直扣你的心的门 我一直扣你 那些人的心门 他们都不开门 所以我不能进来 然后基督徒 你都扣了那么久 你干嘛不进来 我已经开门了 你也进来了 为什么你还不进来 整个世界 所以主 早就与你同在了 但是对他们 神还在扣他们的心门 神舍不得 离开那个门 不然他们要下地狱了 懂我意思吗 继续为你的家人祷告 也祝福他们 然后 你知道我们现在传福音 不像以前 以前 在恩典律法混杂里面 传福音像做业务一样 就是你有一种压力 不做会有事 然后呢 你的小组人少的话 如果你是小组长 你写那个数字 都觉得会被订这样子 然后区长就很像 你业务主管 对不对 然后呢 然后那个 你感觉叫人家来 好像就是要达到目标 而且有些教会 是直接给你目标的 这区 什么小组 做满 做不到 约谈 真的有耶 可是 现在在恩典的教会里面 老师说你不来 你也没有来 我也不知道啊 我真的有几次跟弟兄姐妹 打招 我正常嘛 你都会这样说嘛 好久不见 牧师对不起啦 我上礼拜没来 所以好久不见 我真的不知道 你也没有来 我说好久不见 是打招呼用的 不然说 好 常常看到你 常常看到你 牧师你是厌烦我了吗 打招呼就是会说 好久不见 我不是在说 你也没有来 好不好 我根本不知道 你也没有来 而且你在家里看 直播看很开心 也很好啊 对不对 我觉得很好 如果你现在泡在浴缸里面 拿着手机看 手机不要掉下去就好 下午说要小心 好 不然就少买防水的 好不好 乡君牧师就有 看一看掉下去过 还好那只是防水 感谢iPhone 如果是我的下去就错了 好了 感谢主 所以 重要事情是 不是你也没有来 重要事情是 你也没有领受到 真的福音 你是不是信得对 活得对 可是你每周不断地 听正确的 甚至于你常常听 每天听 对你自己是好的 弟兄姐妹 你会发现 我们当中 是不是绝大部分 你不用举手 绝大部分 弟兄姐妹 你念过最多圣经的时间 就是主日 你照着念 对不对 所以大概会念 差不多一张 你本周念最多圣经 就是礼拜天这个时间 你不用举手 不要定自己的 最不要让别人知道 但是我鼓励你 你要有自己 念圣经 自己灵修的时间 跟神在一起的时间 不要只有靠这个 但是说真的 我们主日的量很够 那你就一周吃一餐 会瘦 可是我要你 你要身体瘦 不是属灵瘦 好不好 属灵要强大健康 好不好 身体可以瘦 好不好 牧师前一阵子 常常都一天吃一餐 又不吃淀粉 真的很有效 瘦了十公斤了 哈利路亚 好 而且我非常坚决 没有 现在有稍微放松一点 感谢主 我不要 不可以夸狗 只能指的煮夸狗 哦 主啊太棒了 好 OK 再来 五章十节 弟兄们 你们要把那个 先前奉主名书 画的众先知 当作能受苦 忍耐的榜样 你知道为什么 特别举出众先知吗 你知道先知是 seer是 那个 他们是可以先看见的 他们都看见了 甚至于有些浑游 向外是在那个环境里 然后回来 回到这个世界 然后他们也都是 继续承受那些苦 他们还看见了 看见还不能得到更痛苦 你知道吗 你知道吗 你肚子很饿的时候 你有些时候根本肚子不饿 看到别人吃东西 你也饿了 而且有些时候 你已经吃饱了 看到别人东西 你还是想吃 懂吗 吃什么不出于信心 也是罪 不要定自己的罪 但是没有人是完美 你知道众先知们 他们受了很多的苦 他们是很好的忍耐榜样 我们还是有我们忍耐的那一块 身为基督徒 你有属于你 你的苦难 真的有 我们叫他偶尔会讲一下 我们讲十字架 绝大部分都在讲 耶稣的十字架 因为圣经里面的 93%的十字架 都是在讲耶稣的十字架 只有7%是你的十字架 所以我偶尔会讲到 一点你的苦难 但是只有7% 我要抓好北地原则 对 我们不可以超出 所以弟兄姐妹 你还是有受苦的那一块 你有属于你的苦 也许你觉得你 嫁错人 取错人 但是你知道你倚靠神 你要好好爱你的配偶 也许你发现 你入错行了 可是你现在这个年纪 你觉得 或者是现在这个环境 我不能够改变 那而且你还有 你还要 你根本不享受你的工作 可是你要养家活口 为了你的孩子 为了你所爱的人 OK 依靠神恩典 受苦但是能够忍耐 还是有这块的啊 那你就觉得 我只是赚钱 这怎么算为主受苦 你知道吗 神爱你的孩子 神透过你 供应你的孩子 你就是在服侍神 你知道吗 你也可以 手瘫了自己就逃走 让你孩子 去被那个社会救济 你可以这样啊 可是你没有这样啊 你依靠神 坚持了做该做的事 你就在为主受苦 你知不知道 其实是这样 你的配偶 其实爱不下去 你还是爱他 继续爱他 为了看见神的荣耀 这就是为主受苦 为什么这不是为主受苦 因为神的话说 我不可以 不可以做那些选择 我依靠神这句话 继续做正确的事 这就是为主受苦啊 懂吗 你坚持地做好 你的工作 爱你家里的人 供应你的孩子长大 让他能够来一个 很棒的教会 听正确的讲道 让他可以被爱 这就是为主受苦啊 还是哦 在 比如说 现在从你家出门 全身就是汗 你还得去工作 然后你的工作 可能是在大太阳下 晒太阳的 你坚持下去 为了你来爱的孩子 其实 这就是为主受苦啊 因为神要你造养 你的孩子啊 没错吧 可是神没有 要你造养别人的孩子啊 所以钱 拿来造养自己的孩子 就好了 OK 但是如果神有要你 去帮助其他人 当然是另当别论了 好 所以 弟兄姐妹 我们会有我们的苦难 但是你不可以放心 主胜过了这世界 好 再来 所以先前忍耐的人 我们称他们是有福的 你们听见过约伯的忍耐 也知道主给他的结局 大家知道约伯很能够忍耐 确实是 可是约伯的忍耐里面 还是有他的软弱嘛 对不对 神说你论断我 你错误的看我 而且约伯的问题 其实他的恐惧跟害怕 我们其实有查过这个经 现在没有时间讲 约伯恐惧害怕才去献祭的 所以约伯自己也在约伯 约伯自己里面说 我所恐惧的引导我神 所以不要恐惧害怕那个东西 恐惧害怕那个东西 他就会 约伯恐惧害怕那个东西 那个东西就迎面而来 你知道吗 狗是这样 你那种看门犬 很凶那种看门犬 如果你怕他 他其实知道你怕他 他会对你更凶 他甚至肯你冲过来 如果你不怕他 他就怕你 你知道吗 我不是说 所以你要去跟什么熬犬 或者是那个什么 比特犬单挑 我的意思只是 你有链子的你在练习 而且确定是铁链 你不怕他 他其实会怕你 你恐惧的影响你 你恐惧那只看门犬 所以他会来追杀你 你知道吗 就是你不要恐惧 不要害怕 把这些交给神 但是有人说 我就是怕啊 那你可能需要 多一点浸泡在神的话里面 听正确的讲道 然后好的 安静的诗歌 比如说 那个 晚安跑费的 很棒的音乐 然后你安静下来 然后在神秘身中 很怕那件事 也许神开始帮你 医治一些心里面的伤害 OK 好 所以你知道 约伯的忍耐 这边提到强调是 约伯的忍耐 可是约伯也是 犯错之后的忍耐 约伯有犯错 然后呢 约伯自己的忍耐 最后的结果是什么 神给她两倍 三倍 更多 然后她的女儿是 全世界最美的 所以我告诉你 美丽是神的祝福 你可以大大跟神求 神的祝福 所以姐妹们 你可以跟神求 年轻健康美丽 要不要 要赶快自己跟神说 我是没有办法给你的 赶快自己跟神说 对 但是你要知道 本来就是啊 所以美丽 你爱美是 其实上帝 给约伯的女儿的祝福 就是让她 全世界最美丽 所以你想要美丽 这件事没有错 只是不要过头了 然后让我们活在一个 不要觉得 我好像爱慕虚荣 如果美丽是诅咒的话 那我觉得我诅咒蛮大 没有啦 谢谢大家 干嘛 是不晓得要这样讲是不是 如果帅气是诅咒的话 让我来称 不是啦 没有啦 好啦OK 好 感谢主 明前主是满心怜悯 大有慈悲 你看他的结局多好 对不对 好 所以弟兄们 要紧的是不要启示 所以你想为什么 不要启示吗 启示就是 就是启示嘛 好 为什么不要启示 因为你会发现启示是 如果我做不到我就 然后某人说 如果我做不到我就去跳海 他已经跳了三四四海了 有没有 可是他真的都有去跳海啊 是条汉子 而且他说的那个真的都 反过来嘛 每次他跳海 他后来都说 我为了让谁上 我说他不会上 不然我去跳海 然后就一直去跳海 这个也蛮厉害 好了 你有发现 如果我怎样我就怎样 那你有发现通知 我 我 我如果不怎样我就怎样 那通通就是我啊 就是叫你不要以自己为中心 以神为中心啊 所以不要启示啊 了解 好 五章十二节的后半段 你们说话 是就说是 不是就说不是 Let your yes be yes Let your no be no 很多我们就会这样啊 是就说是 不是就说不是 可是很多时候你就是 他到底意思是要还是不要啊 就是会这样啊 特别我们的文化会这样 其实让我们的 是就说是 不是就说不是 我们大家好相处一点 你真的不喜欢 你就说 嗯 嗯 这蛮特别的 对我们还是要说造就的话嘛 对不对 或者是 你觉得 老婆 老婆说 这个衣服好不好看 嗯 这蛮有趣的 那好了就说好嘛 对不对 要有智慧啊 糟糕 现在弟兄们都一直回去 讲他老婆很有趣 糟糕 对啊 老婆跟老公说 老婆说 老公你到底是喜欢我 身材高挑 皮肤美 头发漂亮 还是眼睛漂亮 还是嘴巴漂亮 老公说 我喜欢你的幽默感 也不是不行嘛 但是我鼓励你 你开了这个玩笑之后 你确定你会比较好认识过吗 你要有智慧 不要沉一时之快 好不好 是就说是 不是就说不是要有智慧 但是也要用爱心说诚实话 要有智慧 好 不然你跟你老婆说 啊那个很好看 他就买了耶 不是啊 也不是不行啊 你要该说的要说 对不对 你不要说每件都好看 等一下每件都买 不是啊 不是啊 也可以啦 祝福他 如果说经济上OK 可以的啊 对不对 就是 而且我跟你说 你说每件都好看 真的一点都不好 你要有告诉 他在搭配的时候 你要跟他讲 你要说真的 都很好看 都很好看 他就会知道你在敷衍 要有智慧 这弟兄特会在讲 好 没有 如果没有弟兄特会的话 好啦OK 所以你要知道 你们说话是就说是 不是就说不是 免得你们落在审判之下 让我们的说话 不是 我能怎样 我如果不怎样 而是 倚靠神的恩典 是就说是 不是就说不是 活在神的恩典里 让我把眼睛闭起来 就是我们向你献上感谢 谢谢你 让我们今天就很开心的 来享受你的话 你的话被解开了 发出亮光 然后每一个人就得着 许多的祝福 主啊 我们不断地超越 我们超越了财务 超越了苦难 超越这样的祝福 主啊 我们经过了这次 我们仿佛已经要经过 这次新冠肺炎的 这次母尼考 主啊 我们这个过程里头 主啊 让我们透过这次母尼考 我们精力学会 知道很多 然后让我们真正 预备绝的再来 主啊 我们知道有一天 我们会移民 我们会被提 但是我们做好 传福音的预备 帮助在世上的 许许多多的人 让我们来认识 耶稣基督 并他钉死了架 让我们知道 有一位爱他们 无条件的神 主要祝福这里每一位 谢谢你 让我们何等的 幸福的能够在台湾 看见上帝的荣耀 也祝福我们在 海外的弟兄姐妹 安然度过这一切 谢谢主耶稣 你继续来用 那个恩典的 护卫的盾牌 来保护我们 许许多多的人 去那些 不对的危险的地方 祝福这里每一位 奉耶稣祷告阿们 好我们来做恩宠宣言 打同心 你来念一次 一二三请念 我相信上帝 差派他的独生爱子耶稣 为我的罪 死在十字架上 我相信他胜过死亡 并且从死里复活 我现在是上帝 所爱的孩子 因他流的宝血 我大大得福 蒙受极高的恩宠 及深深被爱 我永远脱离疾病 灾害与死亡 耶稣如何 我在世上也如何 好 请闭上你的双眼 打开你的双手 领受本周的祝福 主 我们向你献上感谢 主 祂你是那位 无条件祝福我们的神 因着我们接受耶稣基督 你看我们为保为尊 因着我们必在的耶稣 你看我们何等的可爱 主 祂所以我们向你 支取生命节 二十八章各样的祝福 主 亚伯罕 祝约各样的祝福 来领导我们 主 祂是的保守我们 主 祂那个 无论是瘟疫 或者是那个灭人的毒病 都不能伤我们 主 祂是的甚至于是 那个白天太阳不能伤我们 夜间月亮不能害我们 各样的二者三人的攻击 都不能临到我们 保守我们 主 祂你 使我们身所身 身处所下的 我们手机所打的 电脑所用的 网络所传的各样的东西 都蒙福 主 祂祝我们的儿女 祝福我们很多 还没有认识 主耶稣的至亲的亲朋好友 主 祂你来让他们来信主 来超自然来做这些事 奉耶稣平释放那个 亲朋好友信主那个恩高 灵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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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多人来接受这个 无条件爱他的耶稣 现在来恩典的教会 你不用付任何的代价 你不用一定要奉献 或要做任何事 你甚至于可以在家里听 主 祂让我们的传福音 真的很安息 就是告诉大家 大家有一个无条件的神 真的连无条件 连来教会现场都不用 只要你听正确 你可以蒙福 祝福这里每一位 主 祂让我们来继续来 看见超自然的荣耀 各样超自然的神迹 发生在我们的灵与 魂与 生子 各样的部分 我们的财物 我们的关系 各样都超自然 主要你继续来做 各样奇妙 是让我们在荒年中 有百倍的收成 愿有主耶稣基督的恩惠 天父上帝的慈爱 圣殿感同的交通 常与众与众姐妹同在 从今时直到永远 大家一起说 阿们 好 众友姐妹 听完今天的分享 再来我想邀请你 做一个祷告 邀请耶稣住在你的心里 这是完全没有任何要求 是白白的礼物 所以如果你愿意的话 请闭上你的眼睛 我说一句 你跟我说一句 得到这个美好的祝福 好 要开始了 请把眼睛闭上 我说一句 你跟我说一句 亲爱的耶稣 亲爱的耶稣 我邀请你 我邀请你 住到我的心里 住到我的心里 来祝福我 来祝福我 做我的救主 做我的救主 做我生命的主 做我生命的主 谢谢你赦免我一切的罪 谢谢你赦免我一切的罪 从今天开始 从今天开始 我不再一样 我不再一样 我进入蒙福的人生 我进入蒙福的人生 我要看见美好 我要看见美好 看见丰盛 看见丰盛 看见荣耀 看见荣耀 亲爱的圣灵 亲爱的圣灵 请你现在来充满我 请你现在来充满我 来引导我的一生 来引导我的一生 使我精力超自然 使我精力超自然 亲爱的阿爸天父 亲爱的阿爸天父 谢谢你带我回家 谢谢你带我回家 我现在是有家的人 我现在是有家的人 是有后盾的人 是有后盾的人 是有背景的人 是有背景的人 我是神的儿女 我是神的儿女 这样祷告 这样祷告 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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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